好的,各位封面新闻的网友,大家好,欢迎收看由封面新闻联合西南石油大学为您推出的探访国家一流专业直播课 国家级一流专业直播课 那今天我们来到的是机电工程学院,带领大家去了解机械工程这个专业 那在我身旁的就是我们专业的蒋教授,蒋教授您和网友打个招呼 大家好,我是西南石油大学机械工程教员主任蒋华光 今天有幸好,给大家见面 欢迎蒋老师,欢迎您 那我想问一下,因为我们了解到的是我们的机械工程专业 是国家级一流专业,也是国家双万专业 那我想问一下蒋老师,他为什么能获得如此殊荣呢 我给大家介绍一下,我们机械工程的话最开始叫石油矿产机械 当时的话是紧盯,在58年建校的时候就紧盯我们油气装备 特别是当时的能源战略的需求 那么经过几十年的发展的话,我们现在已经形成了 井下作业机工具,石油矿产机械,海洋油气装备 这样三个特色的一个方向 老师们在这里头的话,从事相关的一些教学 当然学生们也在里头的话,不停地从事教学学习科研 这是第一个,我们的特色是非常鲜明的 那么另外的话,我们的师资是非常,应该说是非常强大的 那么在这里头,我们有国家的,比如说像院士的后备 然后的话,还有的话,像我们的长江学者 国家的,比如说我们的万人计划,百千万人才工程计划 然后的话,当然还有很多其他的一些省部级人才等等 那特色的话,反正比较鲜明 同时的话,我们教学也是非常强悍的 那么我们的技工程教育学团队的话 是省级的一个教学团队 那么还有的话,我们培养的学生在这里头 培养的学生的话,那么他们在国国行业的话 经济业业做了巨大的一个贡献 他们在他们国资的岗位上,反正把自己体现的非常的好 优秀 对,非常的优秀 看来学习我们机电机械工程专业的学生出来都是非常优秀的 而且呢,学习这个专业的话,对我们的这个贡献 对国家贡献非常大的 所以呢,如果各位网友,您现在正在填报志愿 不知道选择什么专业 或者您想要了解我们机械工程这个专业的话 那就跟随我们今天的直播一起去了解一下这个专业 在这个专业学习工程当中呢 我们会带领大家去看一下有几个代表性比较鲜明的实验室 带领大家去了解一下,走 嗯,好的,各位网友 那现在我们来到的就是我们机械工程专业的这个机电一体化实验室 他们将在这里来进行开展一些实验 那我们想问一下,我们可以边左边聊,蒋老师 想问一下蒋老师,这个实验室它主要是针对的是哪些专业的学生 我们这个实验室的话,主要针对哈,比如像机械工程 然后过程装备控制,然后等它这样一些专业 那么机械工程这里头肯定就是重头戏了 嗯,哇,我们现在进入到的这个实验室里面 可以看到有很多各种颜色各种样式的这个机械的装备哈 这些都是我们学生在做哪些特色实验呢 我们学生的话在这儿主要针对比如像我们的机电一体化当中的一些典型的实验 还有像PRC等的一些课程当中 还有的话它也可以做一些比如像机器人当中的一些比如程序的模拟 都是可以做的,因为它这里头还是涵盖有那么多一些设备 嗯,好,那在我们左手边 我们看到有同学也好也在这里做实验,然后自习 这边的话是一个什么样的平台呢 这地方主要针对我们那个学生的话 它可以做一些开放性实验 我们像有些屋的话 像周末都是给学生开放的 它可以只要结合自己的需要 就可以实时的在这地方进行相关的一些实验 嗯,锻炼学生反正就 它有什么需求了 就在这实际操作一下 嗯,嗯,嗯 看到现在我们的同学正非常认真的在这学习 看来也是很热爱这个专业 嗯,好,那我们去下一个点位去看一下 另外的还有一些比较有特色的一些实验室 好的,各位网友 那现在我们来到的是机械工程专业 其中一个有代表性的实验室 大家可以看一下在我身后的这些实验设备 我们可以从某一个 其中选一个实验设备上可以看到 这些上面标有各种各样的名词 非常专业的词 那相信我们的同学也是在这里 会做一些非常专业 也是非常有这个鲜明特色的一些实验 那我们想问一下,江老师 其实今天我们也走了很多实验室 我发现就是在我们专业 有很多的这样实验平台提供给学生 为什么有这么多的实验平台提供给学生 那么它给学生带来学习有什么样的帮助呢 好,我给大家简单介绍一下 如果我们借工专业的话 它从我们学生培养的思想 它肯定是首先的了 那么后面的话再有 就是我们要有设计 有制造 包括原理 然后再到我们的后面的一个 比如说控制 那里头都涉及到 比如说从我们最开始的一个原理性的 基本的一个实验 那我们很多实验时间没走 那么还有往后面的话 我们的一些控制测试 那么我们今天走到一个实验室的话 就是我们的机械测试方面的一个实验室 那么在这个实验室里的话 学生可以通过 比如说它的硬面片的粘贴 然后线路的搭接 那么把这些里头的话 沦完了过后 再搭接成一个系统 进行数据的采集处理 那么通过这样一个实验 或者这一系列的实验 培养的学生其实在里头的话 一个首先对专业的认识很深入 再有的话就是精益求精的一种品格 反正在这里的话 我们全方位的比较系统的在培养学生 那除了我们就是非常专业的一些学习之外 有没有平台就是提供给学生 一些比如说创新啊 还有二次创业或者第二课堂 然后创新创业的课堂呢 我们从课程体系里的话 已经独立出来 比如说像我们的第二课堂 第二课堂 然后的话再有的话就是我们 也有专门的创新创业课 在这些课当中的话 我们就可以让学生更深入的去 比如说给他一个创新议题 然后把这个议题给他做出来 它是这样一个 那相信也会有很多成就 在这样的一个平台上 会有很多学生获得很多成绩吧 有很多获奖啊等等 这些东西 那也是也是因为我们学校给他们提供了这样的非常好的一个条件 一个平台 那接下来其中有一个就是3D打印啊 是吗 那接下来我们去3D打印室去看一看 好嘞好嘞好嘞 走 走这边 好的各位网友 那现在我们来到的就是我们的3D打印室 大家刚刚看到的这些模型啊 都是我们的同学啊 自己动手打印出来的这些模型 那我们可以带领大家等会去看一下 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机器啊 打印出来的这些模型 带领大家去了解一下 这也是我们同学平时啊 都能自己动手用得到的一些吗 蒋老师 这个的话就是主要针对我们 比如说一些开放性实验 还有像我们的还有特色的一个 叫我们在二课当中 有一个就是专门的创新模块 就这么一个课 那个课的话 学生就在弄完了过后 他就把那个模型要给他打印出来 比如说像 比如说像这样一些模型 都是学生们自己亲自动手 把他先设计出来 然后的话我们要去参加一些比赛 专家评委们就要 看到模型的话 他肯定效果就不一样了 这个为我们那些创新啊 或者是一个学科竞赛 应该说是贡献还是非常大的 对我看到他的这个 你看这些地方都细节上 对对对 轮齿他的这些 他的间距啊这些 都打得非常有规律 而且非常规整的 对现在我们的一个3D打印技术本身 也是一个发展趋势 而且的话我们在它的应用和 比如说后期的对这个3D打印 本身应用上还有开发上的深入 这也是我们现在想做的一个事 非常厉害啊 我们可以看到 大家刚刚看到是小物件 而在这里呢 有个非常大的一个物件物品 也是我们打印出来的吗 对对对 这是我们都在石油上面的管道机器人 它的一个模型 这是我们 但是学生参与的一个 专门的 针对石油管道的 检修的这么一个机器人 它也是一个科研项目 那我们网友应该有问题要发问了 就是这么厉害 这些模型 这么近度这么高 这难度这么大的模型 究竟是用什么样的机器打印出来的 就在我身后 带大家看一下 就这个 这个呢 当然是我们工业级的了 这也是近一两年 它够回来的 但我们还有很多其他的一些小型的 就针对比如说开放实验学生们 那样的成本会低一些 但是像如果真是真实模型打印的 成本就会高一些 然后如果说就是小模型的话 就是我身后的这一排 四个 这四个就是3D打印机 可以打印出来 那我们同学每个人 都可以在这里来进行实验吗 创新创作吗 学生们都 他做完了过后 在这打印的时候 当然我们还是有老师来专业的指导了 要指导 对对对 因为他比起的话 比如他设计的时候 他可能对我们打印设备 他还不熟悉 那我们经过专业的培训过后 最后的话他能够达到的效果就是 他也能够来在这操作打印 但最好是把整个原理都给他搞懂 自己如果是对这一刻 能够进行三连打印的设计 那就更好了 那在这间 我们的这个相当于第二课堂 或者是创新创业平台上 我们的同学 他会取得哪些成就呢 这个我们就获得的 比如说像 每年的话 基本上都会获得三四十项 国家级的 比如说从国家一等奖二等奖 然后还有很多省部级的 反正我们不完全统计 近三年 走这边 近三年的话 就是我们能够获得的 石油和有其他的一些创新 创意上的一些竞赛奖的话 基本上120余项吧 都国家级的 实际上还有很多省部级的 就不好统计了 大家可以看到在我们面前 这边也有一个模型 贾老师这个模型 是提供给同学学习的吗 对对对 这个我们专业的话 刚才我们也介绍了 特色课程当中的话 就一个方向 叫海洋游戏装备 这个就是我们针对海洋平台的 就是它的课当中有海洋平台 介绍它的一个基本的功能组成 然后的话把这里头的话 它有个基本介绍过后 然后再集合到专业课程当中 它的一个知识 去更深入地了解的话 它就更容易一些 好 那就是给我们同学提供一个认知 让大家了解更多的 这个平台是 但是我们最重要 让它能够达到设计 设计 设计 能够研发 这样一类产品 哇很厉害 那大家可以看到 现在我们在的实验室 都是我们这个专业 会运用到的一些设备 那么我想问一下 我们蒋老师 未来我们专业的一个就业前景 或者是就业方向 是怎么样的呢 但我们除了在石油领域就业之外 还有比如说像其他的一些交通啊 当然刚才石油市的能源 还有交通啊 还有其他的一些 比如说像机械的制造 特别企业呢 就比如说像我们石油上的 什么中石油中石化 然后中海油的三大石油 当然还有其他的 比如说像我们的一些国企 当然还有其他的 比如说像电子啊 相关的一些 这样一类的企业 当然民企业占的比较多 但是与工程相关的 据我们统计的话 工程相关的 基本上就百分之八九十 都在这样一个领域里头 也就是就业前景非常的宽 非常好 应该说是 我们的学生应该是不凑就业的吧 对对对 就业力能达到多少呢 反正这么七年的 最低的也没低过百分之九十五 哇百分之九十五啊 对对对对 因为还有其他 他不愿意就业 他有其他选择 还有深造率啊 这些都很高 深造率还可以 反正基本上就是三十五以上了 哇那很好 就是现在我们如果正在 就是为不知道选什么专业发愁的网友 可以尝试报我们的机械专业这门课程 相信在这门课程的学习当中 您能够找到您的乐趣 我们机械工程的话 反正就刚才大概介绍了 就很体系的一个培养学生 从思想到后面的能力 从我们的人性到最后的专业 反正都是很全面的 相信培养出来人才 一定是非常优秀的人才 好谢谢蒋老师 那我们今天带领大家探访的是 我们的机械工程专业 那大家也对我们的专业 有一个大概的了解了 那如果还没有收看我们直播的网友 也可以通过回看 来了解一下我们刚刚蒋老师 为大家介绍到我们专业的优势特色 也希望能给您的报考专业 能够指引一个方向 好的那各位网友 我们今天直播到这里 和大家说再见了 拜拜 拜拜